今天跟各位同學們分享什麼主題呢? 那就是延續上一集有跟大家分享就是關於LINE貼圖白色的使用 那今天呢算是延伸出來關於黑色跟白色在印刷上 有一點有個小地方請大家要注意喔 那如果你對這主題有興趣的話就馬上看下去吧 看之前呢記得先訂閱我的頻道還有追蹤我的IG喔 首先呢關於白色 在之前影片有跟各位同學們分享 當你開啟AI叫軟體的時候 工作區域本身是不代表任何顏色的 通常呢我們在進行設計 尤其是在名片設計的時候 我們非常常使用到白底 或者呢你是在排版書籍 你會使用到白底的話 拿去印刷之前呢請務必確認你的白底 有使用到白色色塊喔 而不是只是在空白的工作區域上面輸入文字而已 這一點呢請各位同學在印刷前要先注意喔 那再來第二個關於黑色的使用 你都知道拿去印刷的時候 色彩模式要選擇CNYK 可是不是你的檔案裡面選擇CNYK就可以了喔 有時候呢你原本的顏色呢是選擇RGB的黑 那你可能直接複製貼上到這個CNYK的檔案裡面 其實你的黑色呢還是要另外調整喔 你會發現你的黑的數值 它並不會是K100 那在印刷的時候黑色請統一使用K100喔 如果你在進行設計的時候 你這張畫面你可能上面你用的是K100 中間呢你可能是用的是RGB的黑 或許你在電腦螢幕上看起來 它可能都看起來像是黑色沒錯 你印刷完呢你就會發現你的黑色是呈現一塊一塊的狀態 所以呢如果你的畫面中有使用大量的黑色 務必在輸出之前確認你的K數值 而且呢我必須要輸一下 RGB的黑轉成CNYK的時候 它並不會是K100喔 這一點要注意一下 那以上呢就算是我的個人分享 那如果你喜歡今年主題的話 請務必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喔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喜歡片段的話喜歡的話可以分享出去 訂閱頻道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支影片見囉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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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什麼主題呢 那就是關於色彩學的部分喔 如果你覺得你在顏色配置上 就是有一些困擾的話 總覺得畫面的顏色 不管是在設計還是繪圖 那就是如果你正在學習PS 或者是AI 你知道塗層的重要性嗎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 塗層有多重要呢 畫起來會特別的順手 而且它是繪圖版 有模擬紙紫張摩擦的系數 所以在畫的時候 所以在畫的時候 有模擬紫章摩擦的系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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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